宝藏配角的走红 表面是玄学 背后是扎实演技的支撑 以言 小黎 影视剧圈的小演员们 终于迎来了春天 今年爆火的几部影视剧集中 观众的视野 没有仅仅聚焦在男主角 女主角身上了 讨论度居高不下的 反而是男二 女二等一种配角 从狂标里的高业 张颂文 到漫长的季节里 凭借性张力圈粉的蒋七明 再到《我的人间烟火》里的魏大勋 他们用实力证明 娱乐圈 影视圈 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 先说说狂标剧组吧 作为2023年的年度大爆剧 狂标里不少演员和梗 都火出圈了 在剧中是演高启强的男演员 张颂文 一炮而红 风头甚至一度压过了影帝张艺 16岁时 张颂文就开启了他的打工生涯 当过服务员 工人 推销员 导游 后来 他辞去了工作 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那一年 他已经25岁了 他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 却无戏可拍 张颂文三年面试了800多个剧组 但几乎无戏可接 这样的日子 张颂文过了三年 之后才接到了一些小角色 一个又一个的小角色演着 张颂文的演技 也渐渐受到了圈内好评 是公认的体验派演技的代表 对于此时的他 就差一部热剧 让观众发现他了 好在他等到了狂标 张颂文用自己多年累积的表演经验 完美诠释了高启强 这个复杂的人物 评分高达9.4分的网剧 漫长的季节 除了范伟 秦浩等实力演员 还有一个年轻小伙 引起了观众的讨论度 蒋其名 一个将哑巴演出神韵 并被网友玩梗 男人最好的一美式哑巴的演员 在这部剧之前 观众基本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在漫长的季节中 蒋其名一句台词都没有 出场次数也不多 他纯靠演技留住了观众 蒋其名曾在社交平台上 给自己发了一则求职信息 脏活 苦活 累活不拒 施苦耐劳 不挑活 最终 他去了一家便利店打工 利用职业优势 观察生活 不仅仅是看人的外表 模仿人的状态 最重要的是 要搞明白人不适的行为逻辑 这段工作经历 帮助蒋其名之后 更好地塑造角色 凭借一身黑色西装 和一副金丝边晃眼镜爆火的魏大勋 他不算胡 但比胡更可怕的是 他的形象在观众心中定型了 作为知名综艺卡 说我魏大勋参加过的综艺节目 网友能力举出一大堆 但你问 他出演过哪些角色 恐怕大部分人一个都打不出来 面对这样的情况 魏大勋也很无奈 我不觉得我就不该上真人秀 因为如果没上真人秀 可能这个世系的机会我都没有 其实 在魏大勋那些不出名的角色背后 魏大勋也付出了百倍努力 为了扮演一个警察 他去警校体验生活 练射机 行体拳 棍法 抓捕等 终于在不断努力下 魏大勋用梦彦辰证明了自己 在社交平台上的讨论度 直接超过男主角杨阳和女主王楚然的CP 让不少观众都知乎刻到了 很多人都说 演员的爆火其实是一门玄学 一个好的人设 不管是谁演 他都门火 但藏在玄学背后的 是每个演员对演技日复一日的打磨 是金子总会发光 有演技观众总会看到 在看如今内地娱乐圈各位流量明星 仍执着于四番 好像演技会随着番位的提升而增长 一番二番又如何 与其在那里琢磨番位排名 不如好好提升一下演技吧